美国 它对美元它的财政到底是怎么样 我首先让大家看一个图表 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啊 它的税入 税出就是税入多少兆美元 就是万亿美元 万亿美元 这些书是你都不必去记它 你去看它全都是透支 都是红的 透支多少呢 这个很吓人的 91就几乎透支一倍 这个是68也算非常高的 那这两个就降下来了 你知道这两个为什么 因为疫情刚起 他们启动了很多的钱去花 所以他透支了非常多的钱 那疫情过后 他们就慢慢缓和了一点了 这是一个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大家想想看 美国透支这么多 那我们台湾怎么样 我把台湾的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台湾的 这个数字呢 前面你也可以真的不要去看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这个后面的百分比 你看台湾过去这四年 透支13% 12% 10% 6.2% 跟刚刚的美国比 差多少 差多不多 差非常多啊 美国真的是 真是有钱啊 花钱都不眨眼啊 当然你说这两个 大家都是在透支的状况啊 台湾不是也是透支吗 他就是美国大嘛 他多透支一点 对不对 错了 这是第一个 所谓的税入跟税出 就是说我在国内 我收了多少的税 各种的土地税 财政税 收支税 税收过来 然后我中央政府花钱 这两个的相比 全世界都是透支 对不对 接下来有一个东西的 我可以告诉你 那真是 看到都觉得不可思议的 这是美国的近24年 从2000年 一直到2023年的 每一年的进出口贸易的 美国全部是逆差 从20年前就大概 每年逆差就是少赚 赔这么多钱 四五千亿 一直上来 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上来上来 三年前 他一年逆差要超过一万亿 看到没有 去年也很糟 这一年比较好 你知道这一年 为什么突然降下来了 因为这一年 他的汇率率都在提高 所以一下子拿回来 很多东西 但是你注意看 我这里有几个数字 就是他这里的逆差的额度 相当于中央政府 税入的百分比这么高 就是你不仅刚刚我说的收支 透支之外 这里做生意也在亏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说 刚刚这两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我想像我们台湾的这个财政 每一年也在透支 但是第一他透支不是很多 但是那是我们就说国内的内政 收的税 花的钱 但是你不要忘了台湾 还在跟全职业做生意 对不对 就等于说我的对外贸易 每一年我都赚几百亿美金 台湾是每一年都是 叫做粗糙 都是几百亿 像去年吧 2002年是400多亿 2003多少 但台湾基本上都是粗糙 你一听到粗糙 你就比较安心一点 我们对外的贸易 我们都在赚钱 刚刚你有没有看到美国是什么 全是赔卸的 而且赔到了这么多 上万亿了 二十多年都是个样子 那你说我们的税入 税出的时候 像我们台湾是不是缺一点点 对不对 但是你不要忘了 我们外汇存体有六千多亿 还是多少 几千亿 在全职还数一数二的 那我们这么多的钱 做什么事情去了 我们政府大部分 去买了美国的国债 那美国的国债 每一年它要付利息的 那也是个很大一笔钱 或是做别的投资等等 总之那里有一笔我们的 因为对外做生意的存款 感觉上就是 它能够再帮我赚一些钱 那这些赚的钱 就可以补足 我国内的投资 因为我们投资也不是很大 或是实在补都补不过来 我可以卖掉一些外汇 回来补我的 所以我的财政就不会 崩盘 懂吧 美国呢 美国年年 这个透支这么多钱 每一年 你看最近的 它如果透支到 百分之三十四十 那都算很好的了 多的时候 几乎七十八十六十 每一年尤其是贸易逆差却这么多 国家的财政没有像个人的财政这么单纯 我们如果这个东西我做个简单的形容说 我们家的收支好了 每一年我们家这个花钱都我赚一百万 可是我每次都要花大概一百三十万一百四十万 那我少的是三十百万怎么办 每年像这样的话 我到哪里去补这个钱啊 哦不会因为我在国外有很多的存款 那个存款立即可以补这个东西 那当然肯定就算了 可是美国是存款 国债付的钱那么高 然后自己的这个收支又花这么多钱 他的钱币为什么没有垮呢 这是我们觉得一个非常奇怪的 就换任何一个国家各位 不管他是谁 我保证你他的币值就垮了 美元在全世界的信用崩盘 没有像你这样花钱的 花到最后 你钱根本没有钱吧 那最后他为什么能够呢 很简单 因为他在这个全世界 它是一个霸主 它规定的是美元的金本位 所有东西买卖 大宗货物的买卖都是美元 举个例子 石油你要用买 好比说我今天在这里 我要进口大量的大豆 面粉 糖 钢铁 全是美金在交易 这是目前全世界的这些状况 所以你就知道 这就相当于说 好比说我在台北市 我是黑帮 我现在规定不准用台币 所有在我这个台北市的所有不管大小商号 一律只能用我硬的伪超 因为我的势力够大 我够凶 那怎么办 大家只好用我硬的伪超 那你说你凭什么这样子 只因为他是世界老大 所以美国在这个世界当老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花钱无所节制 你看他资源俄乌战争 说资源就资源多少 他资源以色列再加上他资源多少钱 你有没有看到 他竟然这样子这么的有钱 因为他美元就是他的霸权之一 那美国除了烂印美超 我用烂印这两个字 他要印多少 你这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还可以透过两个手段 来轻轻松松的收割 美国的利益 第一个手段呢 是利用利率 就是我利率一拉高 基本上 因为我美元只要利率拉高 那所有 那么多的国际热钱 在这世界流动的钱 他就会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把钱抽回美国去 在美国存就好了 买美国的国债 那个利息就可能 就够了 我不要去那么冒风险啊 我不管到哪里去投资 他都有风险在的 谁能担保你一定赚钱呢 但是买美国国债 基本上的利率是很稳固的 或是回到美国利率高嘛 我就从台湾利率 好像说日本很低 利率可能将近百分之一都不到 那美国现在百分之四 四跟五 那我当然把钱抽回去存到美金 当成那个美元去存 百分之四跟五啊 所以他利用利率 他可以把这些资金吸收过来 或是他降利率 这个钱再出去 当这个钱出去变热钱的时候 他就可以进入到一些别的国家 尤其是一些资本额比较小的国家 像台湾 如果他有大笔的钱进来 你知道吗 他可以去炒作股市 股市是最容易的 房市还复杂一点 或者他去收购一些 我们的这些工厂 总之他可以在这里炒 把这股市炒到很高 然后他觉得差不多赚够了 他就开始慢慢抛 抛的同时他又拉过他的利率 哇一下子 这里的股票就崩下来了 所以最近台湾的股市非常非常的好 好到令人难以自信 因为全世界好像都对我们的股市是影响不到的 然后台积电也是好像屡屡创新高 最近跌一点上一点 台积电还没到一千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外资在喊什么 台积电会到两千 说台积电有可能到两千 你要不要去追 你试试看那个东西的 他把整个外资这样的垫起来 外资的那些叫做发言人 研判什么的 你要是懂股市的话 我不太懂股市 但是我听有人这样讲过 那些外资的那些研究员 通常都在讲反话 他叫你买 基本上就要考虑要卖 他叫你卖 基本上就要考虑要不能卖 大概要在这个加码投资 为什么 他们就在这种上上下下的 拉高垫下洗钱 然后当你整个东西抽走 是不是你整个股市跌下来了 跌下来之后 到了适当时机也许一年之后 一年半之后 我们股市几乎到了 他们觉得适当时机的时候 他又反向操作 然后这些钱又来了 那他来的时候 他都会买一些 我们本质比较好的公司 甚至他可以收购你 整家公司给你买掉 因为他们资金实在是太大 这是第一个 利用利率 第二个呢 就是利用汇率 汇率有一个最有名的例子 我想如果你只要关心点 全世界都会知道 就是日本的 日本当年在1985年的时候 我那时间点正好在美国 那个读书 1986 在那个美国波士文大学读书 有一堂课 那个是一个老师在那讲 他讲的是比较有经济的 他在那讲的时候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现在哦 日本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强国 那个时候他说 全世界有十大银行 有七家 是日本的 前三大 全部是日本的 你就知道 日本那时候 钱 达到什么地步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 日本的日资买了那个 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 那对美国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伤害 那因为那是他们的一个形象嘛 就好像我们的101 如果被外国人给他整个买走 说啊就啊 怎么这个会卖给呢 那时候日本传出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们二次大战 根本就不应该发动战争的 我们应该就是赚足了钱 把美国一个一个买走 你买就可以把美国买下来了 你干嘛要去打仗呢 结果那是一个错误的 我当时有听到这个 你就知道 当时日本是何等的强盛 但是他还是老二 他在威胁美国的老大的地位 所以在1985年 双方就在美国的广场饭店 坐下来谈 他们签订了一个广场协议 1985签订之后 当时美元月换啊 这个日元兑换美元 240日元兑换1美元 1985 那是他们谈完的时候 两年之后 1987变成120日元兑换1美元 就日元整整升了一倍 那这个升了一倍 你可能还觉得 哎呦 这样不是对日元更有价值吗 那是不是日元是不是更厉害 你错了 你要去这样子去想它 他好比说我是一个生意人物 在日本做生意 然后今年我赚了240亿的日币 因为做一个这么大的跨国生意 我要买材料进来啊 买原料啊 然后好比说我做这个面的 我要买面粉啊 因为日本没有那么多嘛 所以当我有赚240亿的时候 我要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个 我要保值啊 240亿干嘛我就花去花掉 没有啊 这是我公司的 我会存在那里保值 保值保日币吗 谁知道日币怎么样 这日币是不稳的 第二个 我要交易 你懂不懂 我还要跟国外的一些东西 买东西买呀什么的 那些交易通通是美元 所以基于保值跟交易的两个目的 我会把它换成美元 那因为那时候是240比1嘛 所以我赚240亿日元 是不是我就能换1亿美金 好这是两年前 那你说这两年之后 涨了一倍 你这个中间你不知道 赶快把美金给丢掉 你怎么知道会涨什么时候停啊 你只知道说 开会说决定要涨 但是可能是涨5%呢 7%呢 而且涨下去 说不定又回过来了呢 这个东西都很难去说的 政府都会介入 所以最后他可能认为 我没有必要这么急的把它换过来 结果两年之后 可能我在国内 生意做的不是很顺畅 我需要把我当初的那 一亿美金换回日币 各位这个时候两年后 我一亿美金能换多少日币 120亿 两年前我是用240亿日币换的 现在什么都没有变 就是汇率变了 结果我只能换回120亿 你知不知道 我日本商人辛辛苦苦赚的钱的50% 被美国人吃掉了 因为美国的银行 你当初拿240亿给我 我给你1亿 现在你拿1亿回来 我还你120亿 多出120亿是谁的 美国人的 所以就是他这两大东西 很少世界所向无敌 那因此全世界 坦白讲这些所有管 这些财经人都恨死美国 而且美国是不分亲疏的 我才不管你谁 亲爹亲娘亲兄弟都一样 他对英国对什么加拿大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威胁到他 他就想办法用这个东西来 钱啊进出啊 他们这些操盘的 大概也都是犹太人 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是非常娴熟的 那经过这么 我想将近四五十七八十年的这种 美元霸权的叫做楼令好了 其实现在全世界都感觉到 我们应该要去美元化 改用本币交易 这是最近很熟悉的一个声音 如果能够去美元化 我先告诉你 美国两大霸权之一的 美军降合日下美元就结束 那你想想看美国在世界还能称霸多久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从去年开始 我就非常注意有关这方面的话题 那就在过去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之间 接连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好比说去年巴西总统就说 鲁拉就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用美元交易 巴西总统是第一个跳出来讲这个非常明显的话 印度的总理 马来西亚总理这些 也通通说为什么我们要用 我们能不能用本币 我不要用美元嘛 所以很多人就在讲到最近的有东邪十国 他们说到要用这个本币交易 金砖原来是五国 现在又加入五国 现在是金砖十国 还有二十多国在申请加入金砖 所有的国家都说我们不要用美元 都觉得我们不应该用这些 然后接下来我现在跟你说七件事情 有七个新闻 都是最近大概十天二十天之内发生的 我一个一个跟大家报告 全都跟这个东西有关 第一个新闻是金融时报有一个专闻 他说去美元化最大的助力 是美国人自己 为什么 美国乱花钱 你看他国债多少 三十几兆了 开玩笑是几乎他的税入的十倍啊 欠这么多的钱 全都看着你签这么多的钱 到处在印钱 到处在花钱 所以是谁 让大家觉得美国是不可以相信 美元是不可以相信 你该去美元化呢 美国自己 这是第一个 这是金融时报讲的 第二个 捷克的前军情局长 他几个礼拜之前 没有几个礼拜 可能就在几天之前他说了一个 他说俄乌战争 就是一场去美元化之战 俄乌战争就是去美化 因为他讲了这些所有的新闻 人家都讲了很长 我给他简略的截断一下 他说俄乌战争 全世界都受苦 俄国受苦 他想不想打 他不想打 乌克兰尤其受苦 不想打 北约想不想打 不想打 全世界有谁想打的吗 没有任何人想打 那为什么这场战争还在打呢 因为只有一个团队 一个团体在受益 就是美国的军火商 所以其实俄乌战争 应该促使大家想起 我们要去美元化 不能让他这样子 就是操控这个世界 这是捷克的前军情局长 再接着是美国的前财政部长 这美国人自己讲的 他说美国现在正在严重的 失去全球的影响力 就是大家已经开始 越来越怀疑你了 以前我想布林肯这种 美国国务卿打个电话 可能跟越南的总理讲的话 这个事情就搞定了 可是你现在发觉没有 布林肯一天到晚在全世界奔波 效果非常少 过去他所有的 我只记得他在这个 吉普的酒吧里面 弹了一个唱了一个歌 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他达到了什么成就 谁听他的 他跟以色列讲话 以色列听他的吗 为什么全世界对他们 就是美国的这种 以前是言听计从的 到现在怎么都 好像不太理他们了呢 他的国际地位在迅速的下降 使得美国 他接着想这个 由于我们的国际地位 在迅速下降 所以美元的地位 岌岌可为 这些都是这些人讲的 那再接着下来 哈佛有个历史学者 是一个很有名的 哈佛 这才是前天才出来的 他是Near Foxon 是一个在哈佛在这里 教经济的 他讲了一个 不是经济 他说历史大国 所有的世界的历史大国 如果他国债的利息 因为他都有发国债 他国债的利息 大于他的国防支出 这个大国就会开始走下坡 他这个历史上好比说 哈布斯堡王朝下的西班牙 旧制度的法国 奥图曼土耳其帝国 以及大英帝国 通通如此 国债的利息 大于他国防的投资 美国现在就正符合这个状况 他国防投资多少 快要九千亿 他国债利息付多少 九千多亿 就是他不是发布了很多国债 我们台湾也买了一大堆国债 我们台湾是 最支持美国国债的一个国家 全世界现在都在抛 因为你不知道哪天会崩盘 那这个金融的东西 就是当大家都这么说的时候 都在怀疑的时候 促神他出现的条件 就是一只黑天鹅 只要有一只黑天鹅 完全符合大家的所设定 这个东西就完蛋 金融就会崩盘 2008年几乎要实现 但是结果次贷风暴 结果给美国硬是撑过去了 美国如果现在再发生 一次次贷风暴 以现在全世界对他的这种 美国的地位跟美元的 这种信任感 你认为会不会是 促成这个东西的一个黑天鹅 我觉得很难说的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解决 这是第四个 第五个呢 就是6月13号的时候 才没有多久之前吧 俄罗斯的莫斯科交易所 禁止使用美元欧元交易 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 我吓一跳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俄罗斯你现在处于战争的状态 你不准用美元 不准用欧元 那你俄国的钱值得相信吗 如果大家不相信你的俄国的钱 跟你交易不收你的钱呢 你知道吗你在冒险 因为有时候这个财政东西 一下弄起来 哇你的币值崩盘了 大家都不要 你再回过头来说 好那容许这个美元 二月吗 我觉得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 哇他怎么这么大胆 普丁这么大胆 那接着 这个东西我看完没有两天 我就看到另外一个 他说六月九号的时候啊 沙兽地阿拉伯的 有个叫做石油美元协议到齐 那沙兽地阿拉伯不再跟美国虚约 那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一开始很耸动 很多人都在谈论 后来发觉欧美都没有谈 那有些人说 这个东西其实不是 不是一个真正的 就是它是到齐了 但是影响没有那么大 不管是什么 或是这是一个误传或怎么样 但是接下来后面有一个事情 可以证实这个东西是 其实是很严重的 好这是第六个的 那其实这个东西完毕之后 讲到这里已经有六个了 对不对 你可以想到 我们想到说 去美元化可能会真的一个黑天鹅就出现 可是如果你在这么想的话 你一定要去问一个问题 去美元化之后 谁取代美元 谁取代美元 如果我是日本 我说我支持去美元化 那接着我们用我日币来交易 他想你凭什么 对不对 那俄罗斯说用我的钱 印度说用我的钱 欧盟说用我们的欧元 这些东西你有足够的说服力吗 那很多人在讲说 去美元化本币 你去用本币交易看看 美国都用自己的本币 那多复杂啊 每个东西你还在那里算 那你这本币的月换率 怎么去算呢 很复杂 所以这个东西用本币啊 其实是有些困难度 因此现在出现一个声音说 金砖国家 要创立一个金砖币 这就是在这一次的金砖的会议里面 大家要去讨论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的好处就是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币 取代美元 我们不要再去培养一个金融怪兽 那如果中国带头出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它的国力 现在就是全世界第二大 它的经济体是全世界第一大 制造业是超级强国 它来带头做这个事情的话 如果它说我要用人民币来取代美元 它就有私心 这个时候它很难成为领头羊 所以最近我看到 我刚刚说有七个新闻之后 第七个新闻 那我突然看到了亮点 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由中国主导的一个叫做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 在推动这个 这几个数字 这个叫做多边央行货币桥 这个还不太好念 但它大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2019年的时候呢 中国跟泰国跟阿联酋 就是卖石油的 以及香港 因为香港也是国际的金融中心 以及有一个国际清算银行 这是一个很老的一个银行 这可能我们不是这么的清楚 金融界一定很清楚 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它为了配合中国所主导这个东西 它底下成立了一个叫做 国际清算银行的创新中心 那么目前在瑞士 新加坡 香港设立的办事处 那未来在多伦多 伦敦 法兰克福 巴黎 斯德哥尔摩 要设立新的中心 就是它要做什么事情呢 简单的讲 它要成立区块链 他们有一个 他们的区块链 他们要做的是跨境数字支付 那他们的工具是区块链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讲到区块链 我特别要讲一下 区块链让人想到的 就是数位货币 数位货币 现在全界最有名的 叫做比特币 当初那个 特斯拉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马克思 他花了几十亿美金 去买这个比特币 我当时说怎么 因为如果你不去 仔细研究 这个数位货币 都觉得这是诈骗的 洗钱啊 黑道啊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我想说怎么会有一个这样 走在时代尖端的人 花了这么多的钱 去买这个比特币 而且他那时候特斯拉 你可以用比特币去买 所以我想 他一定有他的特殊的地方 我跟你讲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研究比特币 研究完毕之后 我就跟我所有认识的朋友讲 如果你有闲钱 去买比特币 这是一个未来的货币的趋势 那个时候我记得比特币 一块钱是四万多美金 我讲完之后 没多久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两万多 后来看到这些朋友 我都觉得好丢脸 最近涨到多少你知道吗 六万多 未来会涨到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所有说比特币 是一个什么什么不好的什么的 我可以告诉你 都是你不了解 我非常了解 我研究的很透彻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这个年纪也许碰不到 但是你一定要叫你的儿女去研究数位货币 数位货币有很多种 现在各种各种的 这一次中国所领导的这个东西是以国家体制 我们全世界所有的人一起来 去中心化 没有什么什么货币 所有东西转好比说 你现在要去汇一个钱 你要跑到银行去汇吧 你要不要汇率 我现在会了多久之后 对方拿到 将来的所有的钱 我坐在家里 一个打完 结束 对方就收到了 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而且他不会说 今天打仗 我们台币扁扁扁扁扁 好多国家那个币子在站着的时候 扁到几乎大家活不下去了 这个也不会 因为全世界它都通用 所以这东西 我会走失你错了 什么叫区外链 确竟可以一路追踪 追踪到最原始的头 是谁付给谁 谁付给谁的 当然那个所有的 一个账户 一个账户手 都是一个秘密的账户 所以我现在就再跟你讲 我非常了解数位货币 所以当我看到 中国在主导的时候 多国来一起来做的时候 我知道 它的战略眼光是对的 它走对了道路 未来这个趋势是不肯逆的 那他们在2022年 2019他们开始成立嘛 2022第一次做了一次实测 它涉及了四个不同的地区 总共20多家银行 完成了160笔的支付和外汇交易 金额高达2200万美金 就是它那时候试作 整个状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这个怎么样保命 怎么样交易 你这个系统要怎么样走 怎么样能够确保安全 然后大家又能确认自己的东西 最后我这个制度要说服所有的人 我这个系统要说服所有的人 不容易出错 也不会去洗钱什么等等的 它有很多的条件 那现在做到目前为止 已经在2022年完成的第一次了 那刚刚我们不是说 沙烏地阿拉伯去那个石油美元的那个吗 它6月15 沙烏地阿拉伯加入了这个 这就是那时候说 它不跟美国续签 那续不续签都不重要了 它加入了这个 以后就用这个支付了 那目前有26个国家在观察 我相信这中间可能就包含了 未来的东协十国 金砖 也许金砖开完会讨论就是 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币 你知道吧 比特币是一个各种的名字 但是这个名字呢 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钱 我今天拿个台币出来 是不是有一张一千块 未来的这个 你知道比特币是没有东西的 你看每次报上 是不是有一个东西 一个比特币就出来 那根本不存在 它是画给你看 它完全是在电脑的数字里面 电子数字一个 所以未来的 不管这个是什么币 其实它就是一个 大家去信任 所有中央动物 都去采购的这个东西 各位你能不能觉得 这个东西在中国 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领导之下 它表现出来的是 没有私心 我说所谓的私心就是 以我人民币为主 它没有 它以数位 数位货币 区块链 那个一定是 未来的 全世界的潮流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 一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 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